比赛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李宾杰的反应不错 重点的关注排在第二涌道的中国队 以及在他身旁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表现 澳大利亚队提特姆斯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我们看到在李宾杰出发反应时间占优的情况下 提特姆斯在这个位置已经逐渐的开始游上来 从这条齐平线能够看得很清楚 提特姆斯上得非常快 因为提特姆斯他其实后程 因为400米的距离 四乘200米的距离 本身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要有四个来回 相对来讲还是对于能力的要求比较高的 提特姆斯这次比赛他的状态非常好 从他个人200米400米 整个的状态都非常好 这手旁边的俄罗斯队是稍稍落后 澳大利亚队一点 中国队落后俄罗斯队一点 和美国队几乎是一个齐平的状态 美国队史明斯这棒游的 其实挺慢的 那个李宾杰还是不要被对手 无论是快还是慢 不要被对手带乱了自己的节奏 看着挺慢的 世界纪录线一出来 怎么 压在身后这么多呀 都在世界纪录的线上 天哪 就只能说明啊 提特姆斯这棒游的太快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提特姆斯游这么快 你看中国队这会儿还是压着世界纪录线在走 美国队落后着中国队有将近大半个身位 而这个时候俄罗斯队被提特姆斯带得非常快啊 俄罗斯队这边的第一棒是 埃格洛瓦 埃格洛瓦在之前的单向赛当中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但是在接力赛当中一上了鲜声夺人 他的这个勇道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没错 应该说距离澳大利亚队比较近 然后他也是顺了一点水感觉 这个时候李宾杰几乎已经和埃格洛瓦快追平了 交接完之后看一下 中部队第二棒杨俊轩 杨俊轩这个时候领先着美国队有将近一个身位 李明杰的第一棒游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杨俊轩的200米自由泳 近几年在国内的比赛当中还是发挥的非常稳定 澳大利亚队呢 可能他们把最强的一棒放到了第一棒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姑娘们不要放弃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 好 大家来 对第二棒是阿塞尔东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杨俊轩已经咬住了阿塞尔东 基本上两个人差了一个身位 在之前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差距 对 在这样一个位置呢 其实后50 杨俊轩这边不太能看到澳大利亚的选手 中间隔了一条涌道 两个水线 这两个水线其实在水里面 它还是直径还是挺大的 所以运动员游程过程当中啊 他可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 没错 在转身的时候可能能看到 这时候杨俊轩已经越来越接近前面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 杨俊轩已经距离阿塞尔东只剩下半个身位了 又追上来一些 康尔福德这个时候也很快啊 其实美国队也在追啊 非常快 美国队其实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他这个位置比较有力 因为他几乎是挂在杨俊轩的腰上 这样游进的时候呢 其实相对比较省力一些 而且他的转身很好 每一个转身都能距离杨俊轩更近一点 杨俊轩个人的最后一个50米了 康尔福德这个时候加速加得非常快啊 前面的阿塞尔东已经逐渐被杨俊轩和康尔福德 两个人咬住只差半个身位 但是同样这个时候 康尔福德已经越来越接近杨俊轩 康尔福德也有点游动啊 杨俊轩最后 杨俊轩加起来了 游得非常不错 在交接棒的地方啊 杨俊轩加起来又把身位扩大到将近一个身位 看一下第三棒 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张宇涵 张宇涵这名选手是一名来自解放军的选手啊 每一次大赛在这个接力当中 他都充当了一个主力的角色 而且呢 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也不掉链子 所以我们希望他今天在自己的第三棒 能够为中国队距离澳大利亚队之间 再缩短一些距离 澳大利亚队这一棒是不差男 不差男在游进的过程当中 感觉整体的速度 带动性没有那么强 不像前面澳大利亚队的两棒 带动的更强一些 迪特姆斯这一棒确实非常的凶 这个时候张宇涵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再进一步的缩小 张宇涵这一棒好在拉开了美国队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距离 这样他不太会被美国队拽着游 感觉上从世界的感觉和自己身体的体感上 可能会相对舒适一些 这一棒美国队马加利斯稍稍落后了一些 已经从半个身位扩大到了一个半身位的优势 看一下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还是领先着大半个身位 看一下张宇涵 能不能够进一步缩小两支队伍之间的差距 始终保持在1米3 1米2 张宇涵在加速越来越近了 剩三分之一个称为啊 越追越近 这时候美国队也在加速 我们看到马加利斯 也是在加速 张宇涵快追平了 张宇涵个人的最后一个50名 我们看到张宇涵在全力以赴的加速 中国队加油 张宇涵已经持平了 眼看着就要超越了 看一下这个转身 张宇涵追平了 张宇涵现在领先 美国队马加利斯这一棒 后程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20米马加利斯相当快 但是张宇涵在努力 张宇涵炒到了第一名 张宇涵现在排名第一 王点佳河入水 看一下王点佳河的这个200米 澳大利亚队在这一棒次 最后派出的是哈金 也是一个速度感非常好的选手 王点刚才的这个 王点刚才的这个接棒啊 有点慢 还是有点不太敢跳的感觉 这个时候美国队上来了 美国队最后一棒布朗 前50米游得非常快 看一下王点佳河的后程 在这个三个人的比拼当中 王点佳河实力应该是比较强的 那我们也看一下 王点佳河压了半个身位 这个时候布朗的前25前50游得都很快 但是转身过后 王点佳河开始出于领先的位置 再看一下转身 不要太着急 因为毕竟是200米的距离 前程不要太着急 一定要跟着自己的节奏 王点本身在游进的过程当中 花水时效非常好 千万不要被对手带乱了自己的节奏 如果滑平有的时候上去之后 想相对来讲 他的花水时效会下降 王点佳河还在进一步的保持着自己和对手的差距 0.9米 看一看能不能扩大到1米 这个时候布朗开始加速 从0.8又追到了0.6 王点佳河 保持自己的节奏 还有75米 加把劲 美国队这名选手他转身非常好 我们看到他每一个转身都在尽力的缩短 游程当中王点可能更快一些 但是转身的时候 美国这名选手 他水下的腿衣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看一下王点佳河最后的速度怎么样 能不能够加起来 还剩最后的50米 进入最后50米的冲刺 这个时候布朗明显感觉开始加滑平了 王点佳河仍然领先着半个身份 转身 最后阶段的冲刺 最后25米 往简起腿了 距离中间越远越近 王点佳河腿部的频率明显的加快 这时候王点佳河已经拉大到了将近一个身份 要赢了 中国队拿到了这枚四成200米自由的金牌 倒逼王点佳河 漂亮 真的太棒了 恭喜中国队的四位小姑娘在晚上相当出色的一场表现 一场寒长淋漓的胜地 恭喜中国用队 能够感觉到四位小姑娘在这个时候 整个的神态 我们看到 无论是李明杰 杨俊轩 仲泰表情面部分还很平静 这哪像是小朋友 这会儿我们都已经相当的激动 无法淡定了 她们比我们平静得多 太棒了 太棒了 姑娘们 太棒了 太棒了 帮 message 事情 容易 我不mesi 本来 你说 对 不同 Andre 领 如此 Leo